先講立場,公民黨是會反對這次的條例草案的 原因呢,我們一陣幾位議員都會輪流,就不同的觀點去展述 但有一點我想特別指出的,就是那個起訴那個時間 因為這次這個是一個summary offense來的 而我們看到這次條例裡面特別是將相關罪行的那個調查時間 是由一般的六個月延長到兩年 現在如果當特區政府嘗試是說服香港人 今次的國歌法和以往國旗國徽是沒有什麼大分別的時候 那我不如請特區政府解釋一下,為什麼當國旗國徽法都沒有相關的一個處理的時候 今次又會特別將相關的調查時間要延長到兩年呢 這個是第一個和以往不同的地方,也是令人憂慮的地方 當然我們一直都為人救病的,就是在條例裡面牽涉到刑事罪行的侮辱 那個定義是模糊不清的 這個我會請郭榮鏗議員跟大家詳細展述一下 首先就著這個條例,就是我們一向講香港的法治精神 就是所有的法例,尤其是刑事有關的法例 都必須要是很清楚,很準確地去講出什麼是一個刑事罪行 但如果你看回這個侮辱,就是任何損害郭哥的尊嚴都會被認為是侮辱的 但是損害郭哥的尊嚴本身是一個很抽象,一個很主觀的概念 所以市民是很容易誤墮法網,也都不知道怎樣為止是損害郭哥的尊嚴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問題,如果你看回國旗和國徽法 其實都不是那麼抽象的,都是比較清晰的指引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第二,這個條例本身是違反基本法 為什麼違反基本法呢?就是因為教育本身是香港自治範圍裡面的事 基本法第136條是講得很清楚,就是教育是香港自治範圍的事 所以用這個第18條去貫穿基本法 而是指使教育局就著這個教育的問題,必須要出指引 這是違反基本法第136條的 最後就是剛剛黨魁也有講的,就是那個佛則和檢控期那樣東西 或者聽人可以補充 就著檢控期那裡,我剛才也看到記者會 記者也都覺得這個是非常之不尋常的改變來的 很明顯這次將六個月改到去兩年呢 其實就是特區政府意圖將這個秋後算帳的時間 無限倍增上去,三倍四倍這樣,令到他自己作出檢控更為方便 在這個時間那裡,我們特別是翻查過的 例如是最近我們見到的,例如是鄭松泰議員的國旗的訴訟 由事發至到被檢控,落案被檢控是由這個十月發生事情 就是四月被檢控的,所以都是六個月之內的 我看不到為什麼呢?因為這個 根據今次的國歌法要特別延長 而且另外一個特點呢,亦都跟國規法處理上是非常之不同的 我想一會兒楊岳橋議員都可以詳細解釋 就是辯言那個部分,你會解釋 因為當中呢,如果辯言那部分呢 可能大家如果還記憶猶新的就是一地兩檢條例 那我手上呢,就有這個叫做香港法律草議民體及實務指引 就二零一年,一二年,就是這個黃仁龍年代的時候發出的 就著辯言,講到明就是一個,講主體法律的時候 不是一個常見的東西,而是極小使用辯言 而是如需要解釋某些事實,直以述明背景,才會用的 但大家如果有時間的話呢,不妨看一看這條國歌法的辯言 完全是一個政治的展述 有些根本是不是事實 這些根本是應該放在我們所謂的Lagical Brief裏面做解釋的 不是應該放在法律裏面 在國旗國輝法那裏根本沒有辯言 我手上就有一份,完全見不到辯言的 國旗國輝現在和國歌有甚麼分別 為何要用不同的方式處理 由這個起訴期,至到這個辯言 辯言簡直是抽象,但已經是我們成為我們的法例的一部分 我覺得這件事是非常難理解,而且是有違 甚至是跟我們平時香港法例的起訴方式是不同 而且大家有留意到,在這條條例裏面 有很多所謂要求我們做的事,是沒有負名,是一些罪行 即是又要你好像剛才郭榮鏗議員那樣,又要你學校定指引 一會又告訴你要甚麼,要甚麼,其實很多在條文裏面做的 但那些是沒有罰則的,在香港法例 這樣的草擬方式是非常之少的 指明你要做甚麼,或者不可以做甚麼,而沒有附帶一些罪行 這個是非常之少見 所以這條國歌法不單只是違反基本法 而且是對香港的一些法例草擬的一個政策 甚至一些原則都是有影響的,有深遠和有負面的影響 再加上現在還要特別拉長那個起訴期 我們似乎見到這件事是非常之不尋常 亦都是對香港市民我們的權利都是非常之深遠的影響 當然,這個關於言論自由和創作自由的方面 我們都是非常之關注的,你看到其實條例裏面 正如剛才所說,有很多是抽象中再抽象 就是剛才所說的就是insult,就是那個侮辱 然後你聽那首歌,你一個合理人覺得那首歌是國歌的 這樣就可以延伸下去 其實這件事是令到很多創作人在創作的時候 或者是表達的時候都會受到某一些制爪 甚至你看到它的發佈是包括它的講話等等 所以其實我們的言論自由和表達自由都是受到相關的影響 可能要英文說一次很快 很簡單,說明,這個公司《法律的法律》 不會被判斷的內容 但是最主題的案例是 因為這個法律的法律是 任何制裁判和判斷判的必須是個確實的 但是我們看到這個公司的口律 尤其是個性格的證明 是非常之間的,很不明 What is meant by insulting the national anthem is something that would undermine the dignity of the national anthem But what is undermining the dignity of the national anthem? That is extremely unclear and the Hong Kong people are right to be concerned about the provisions of this bill What do you have to do with the national anthem? 首先就唱國歌的宣誓 其實這是非常不清楚的一個部份 因為如果一個人說明他不會參與宣誓儀式的就唱國歌的一部份 究竟他會不會被視為損害國歌的尊嚴 或者他用其他的方式說明他不參與就唱國歌的一個部份的時候 他會不會被DQ呢? 這些全部都是一個很不清晰的 為什麼呢?就是因為你那個損害國歌的尊嚴本身的定義太過模糊和不清楚 這是第一 第二 剛才你說會不會參與這個法案委員會 我們當然會參與法案委員會 還有我本人是會去競選國族這個委員會的主席 如果主席是不行的話我都會選這個副主席的 那你第三條問題是嗎? 我忘記了 剛才第一條問題 你說每一個情境 當然我們在看這個條例草案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問得很清楚 還有亦都是要他解答我們剛才所說的一堆問題 我們就著將來的事情即宣誓的時候 是否會坐在這裏聽國歌 我想要等選到議員之後等他們當時去回應一下 我覺得這個留下一批議員去處理 下一批新的議員去處理 是的 你說 你說 因為大家如果留意辯言的話 辯言就是說這個 國歌是代表了鑑於一切個人和組織都應當尊重國歌 維護國歌的尊嚴 並在適宜的場合奏唱國歌 我不知道如果不出席就唱國歌的時候 會不會變成代表不忠於中國人民政府 或者不忠於特區政府 這個我不能夠解答 因為連聶德權在記者會那裏都答到非常之模糊 這個是他的責任 剛才剛才說每一個情境去問 我想很多議員都經歷過一地兩檢 情境我們問不過答不出到現在生事 出了事了兩天之後才慢慢來回應 我想大家都經歷過的了 我希望亦都要求 亦都警戒警告政府 你未預備好每一個情境清清楚楚回應議員的話 麻煩你不要理 我麻煩聶德權回去好好地做齊了功課 預備好每一個情境清清楚楚回應議員 剛才連一個一直有誰信有質疑的 關於宣誓的時候的情境 他都要知吾以對 都避而不 都不肯給一個直接的答案 那算是甚麼意思呢 那這個真是對立法會不尊重 亦都是對 根本他都是不尊重國歌而已 是吧 所以我覺得他最好做好功課 預備議員提出的誰信 我補充一句 以往立法會宣誓是沒有國歌就播的這個部分 現在是政府說要加下去 那當然是政府的責任去告訴香港人 究竟 就播國歌期間出現的所有事情 是否屬於宣誓的聲明條底下所規定的 相關的事情 我覺得我沒有必要去為聶德權自己去度 講開這件事 我必須要批評聶德權 其實他在過去一年來 諮詢過我們很多次 從來都沒有提到 這個宣誓的時候要播國歌的 其實他如果一早知道的話 為何他要將這件事 亮點式去講出來 在諮詢的期間 他是不是刻意去隱瞞這件事 我覺得他這樣諮詢 將來政府拿甚麼出來諮詢 我們是絕對不會相信 你的諮詢的內容是說出來的 如果他明知宣誓的時候 要就唱國歌的話 為何他諮詢的時候完全沒有說呢 或者我再補充郭榮鏗所說 這次根本是沒有一個正規的諮詢 他怎樣做呢 他是將他等於事務委員會 由事務委員會開了公聽會 就當是諮詢 但上次在那個所謂的假諮詢裏面 都還未有相關的這個安排 公眾是無權在那個階段 作任何的評論和判斷的 正正就是他後面的這個解釋 反而再次引證了這段 這段條例是多麼令人憂慮 就是因為你是可以容許他 花大量的時間慢慢上網 逐個點上 刑事罪行就是甚麼 你看到哪個犯法 你就可以去拘捕他 所以我們才會有 summary of offense 這個簡易自罪條例 才會有半年的這個安排 而這個也是一直行之有效的 你就是故意因為這次你知道 因為這個就是國人香港所說的 因為侮辱這件事實在太虛浮 也都不實在的 所以他就花大量的時間去 justify 他要慢慢去找回這個人出來 那這個就是個不合理之處 和荒謬的地方 是否有任何人憑法 我以為法定的問題 他是一個人憑法 是一頓的無論 這件事實在與法定金何謀 尤其是什麼 有了解的 もし一名率審理 displaced在犁信任が当判断的时候 当时充仰尝当,会他第一人 state犯罪 还是第二人是被扣夸的失考? 有过类影あるんですね 法 Software上的很厉害状 非 гражд争赅 我補充剛才的問題 今次這個安排 即是在宣誓之前 咒播國歌 我們的憂慮除了 當然它是一個形式主義之外 就是它會不會成為将来 有任何議員 它是想表達個人意見的時候 成為一個DQ它的多一個藉口 我們不知道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合理的憂慮 而政府是有責任出來解釋清楚 但很可惜剛才聶局長並沒有做到 OK Thank you 謝謝各位